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鏡頭前面的蝴蝶蘭 很難得有些傷亡者可以做到實體的話題 本身是蝴蝶蘭很完整的 經過夏天很熱的天氣讓我嘗試拯救一下 那我還有些什麼呢? 首先,我一般都是爛筋 我就很心急地去看看用什麼方法去拯救它 很多時候在網上看到很多網友都在怎樣說蝴蝶蘭 怎樣去拯救它 但是我又發覺 我又想找一棵來試一下 不是說我沒有那麼嚴重的情況下 就已經是很早去發現一些問題 就不會等到它爛筋去處理的 正正今天有一棵 都不是今天的了 應該是一個月前左右 那真的脫掉了你的筋了 那這件 變了我就可以拿來做一些測試 那我也是這個步驟也是一樣的 那都是拿去清理了一些壞的部分 消毒 不消毒劑 消毒那個黑色的部分 那壞筋已經處理好了 那當時一定要消毒的 那當它消毒完之後呢 就稍為用一些的 廚房紙 那麼 塑乾一點點 因為它本身是爛的嘛 你再給它這麼濕 它就不太好 那當然呢 因為你是消毒的過程 那當你處理完之後呢 那就 封乾它 封乾它大概是拿去 可能 那它乾就OK的了 那個頭這個位置 然後呢 我就會是拿一個杯 就開一些的山根水 山根粉 就變成了水粉 比例沒有所謂的 因為我也是 給它吸收少少少 因為山根粉的作用呢 就是令到它這個 這個植豬這個位置呢 是沒有根 之下呢 是令到它可以刺激它 讓它快點 長一些根出來的 那也是激素來的 那這個 不要理他了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要去長一些根 那就好了 那一個月左右 那因為這段時間 又太熱了 那經過了很多 又又冷又熱又要通爽的情況下的步驟呢 我就斷斷續續斷斷續續的去照顧這盆化 那平時呢 我就會是一個杯 就放少少的水塗 那當你消毒完 泡完一個的山根粉 轉了去水分之後呢 那些熱體呢 被它泡了之後呢 我大概被它泡一個小時呢 就浸住這個位置 不要整棵浸透了 浸住這個位置 那就可以去一個小時 那拿回去之後呢 不要曬太陽 千萬不要曬太陽 然後呢 平時呢 就拿一個杯 那杯就有些洞就可以了 背上一個瓶盆盆盆盆 然後放少許水塗 在底部 那些水塗濕濕的就可以了 然後呢 盆化就這樣 放上去 在杯裏面 放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管它 就放在通風 看不到陽光都沒有所謂的了 那最重要不要熱 溫度不要高 溫度一高呢 這個位置就會爛的了 OK 那這個步驟是很重要的 那其他就沒有的東西了 那現在你看到呢 這一棵的蘭花 那 原有的葉就沒有了 就剩下 原先剩下這塊東西 這兩個小筋都沒有的 那我就試它 這樣放在這裡 在杯裏面 那 基本上都不是怎麼理它了 那好啦 那隔了一個月左右 那剛才說過 就是 通風啊 不用給陽光啊 又給它太大冷氣 久不久就拿出來 給它 少少 吹風 如此類推 那 微微的有濕的水塗 那好啦 那我就見到 都有一些成效了 那麼 那 上回兩個 根 還有兩塊葉子出來 那我就決定呢 就跟它上回盤了 那 那因為我問 最重要是聞 我很喜歡聞的 就是聞一下這塊東西 如果這塊東西不臭呢 那其實它已經是 呃 恢復的了 如果你說這塊是臭的呢 繼續是臭下去的呢 那些其實它裡面是有些菌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 很多時候的植物呢 盆栽呢 你有時候聞到一些盆栽 拿出來的時候呢 你覺得盆栽很臭的呢 有一股臭味呢 其實有些筋腐爛 或者有些 泥土裡面有些蛋白質呢 腐壞了 就引致到有這個情況出現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或者試一下聞一下那些泥土的 OK 好啦 那我怎樣做呢 我現在要把它放回盆了 那我就選擇一邊 那我就會找一些長一點的水塗 我現在已經濕了它了 已經泡了水了 那它也挺濕的 那我就找一些長一點的 不要那麼濕濕碎碎的 長一點 那為什麼要用長一點呢 因為我想做一個好像 類似雀巢那樣的 形狀的水球 就讓它呢 因為它沒有筋了 但是我要它很鬆散 但是我又不想那麼碎 因為用碎的水台呢 它在夏天呢 因為開著風扇或者冷氣呢 很多時候是很快就會流失的水分 但是你又不可以太濕了 那我就用一些長的水塗 就輕輕地捲著它 大家看著 輕輕力地 你 你 雖然我是包著蜘蛛 但是呢 我是很鬆的 好像一捲 你形容就好像一捲爛 那樣呢 即三個爛 三個爛 一個爛球 好像一個鳥巢那樣 這樣圍著它 這樣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鬆動呢 你看到我都沒有 沒有它在壓緊 之後呢 多餘那些你可以用一個 透氣的膠杯 透氣的定義 我打開洞了 米面打開洞 之後呢 你在它的底下放一點點 這個球形 好像一個鳥巢那樣的水台呢 整個 放回到杯裡面 OK 你看到它都很鬆的 很鬆的 很鬆的 不用推到它這麼低的 鬆鬆的 那 就好像一個鳥巢那樣 輕輕力 不要按到它這麼低 因為你在越高位呢 它的空氣流動越好 那 只要它不動就OK的了 那 稍微一點點 自己收拾一下 因為它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根 只有兩點根 OK 那還有呢 背身有洞呢 而且你看到下面呢 其實都很多空間 那 就特地 故意的 讓它的空氣多一點 讓它下面的空氣多一點 那 表面上面呢 又有空氣 帶點風了 那 形成一個 你當它一個 可能是一個 難瞄的樣子 那照顧它呢 那就是容易一點的 那基本上呢 它的根是這麼少呢 基本上 它比水的情況呢 是不需要怎麼理它 或者是比得很密的 因為 除非你是 二十四小時 用風扇吹著它 那可能會乾得很快 那 但是因為現在用膠杯呢 所以它 應該去保存的水分 應該都有差不多時間的 那你自己去限量這個問題 那我就可以這樣 輕輕輕 手手的這樣 這樣 照顧它 然後呢 我通常用一個 重一點的盆 固定它 這樣 這樣 放在裡面 這個時間呢 就要給你少少的陽光 但是就不需要曬的 譬如說 日光 看到就可以了 那就 放在裡面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現在天氣太熱 三十幾度 除非你放在冷氣的地方 但是冷氣的地方要注意 因為水苔 水分比較重呢 冷氣 雖然它是會 制冷 會涼爽一點 但是呢 水苔相對呢 就不是說 你以為是 抽濕 其實未必是的 因為水苔這麼濕呢 和膠布保持著 水分呢 形成呢 就是冷氣方面呢 就是會令到它 是沒有那麼容易 流失的水分的 它會 但是沒有 因為冷氣之中裡面 是有一個水氣的嘛 所以呢 就是沒有說 直接吹風扇呢 乾得那麼快的 大家要注意一點 不是以為 開冷氣就很快乾 除非你水苔少得很緊要 還有那個天氣也 也乾得很緊要 大家要注意一點 是不同的 好了 基本上就不用怎麼理會了 那 我今天的分享就是 就是用了生筋粉 來 救回一盆蝴蝶蘭 那 現在天氣這麼熱呢 就不知道可不可以的 希望它魚肉的繼續續 下次可以看到 這盆花魚的盆 可以看到它有 其他的生筋獎出來 再跟大家分享多一次 好了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三十幾度的天氣呢 就是救活一盆蝴蝶蘭的過程 就是用了生筋粉 消毒 情況 那 注意一下就是那個溫度 室溫的溫度 以及擺放的位置 通風 很重要的 那 缺一個動作呢 都可能會令到整棵花呢 就失敗 或者是死亡 好了 那我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OK 拜拜